教官是每个台湾人求学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脚 但你知道为什么会有军人在学校吗 一战爆发后 各国积极推广全民军事教育培养战力 1912年教育总长蔡元培 也提出军国民教育的主张 1928年公布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 之后教官就出现在全中国的高中和大学里啦 不过啊 1945年二战结束后 中国共产党开始发起一波波的学潮 学校变成批斗的场地 军训制度也慢慢瓦解 撤退来台的国民政府于1951年 决定在台湾重新开始军训教育 而隶属教育部的教官 除了负责全国高中大学的军事训练 品性管理 还有培养爱国情操等思想教育外 还要协助推展国民党掌握 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 教官存入威权体制在校园的象征 因此解言后教官开始转型 负责全民国防教育 校园安全维护 学生校内外生活辅导 以及暂时青年扶勤动员等工作 除了这些职责 许多教官也是最了解学生 更是第一个赶到学生事故现场的人 那为什么立法院决定 要在2021年以后 让高中零教官呢 这是因为教官要做的事很多 但每个工作 其实都可以找专业人员接手 加上一个教官的薪水并不低 换算下来可以聘请1.5个专业人士 而大学的部分 则是由校方自行决定 要不要设置教官 在政治大学发生教官撕掉228传单的事件后 有大学生认为 过去的政策不适合现在的体制 也呼吁学校跟进 让教官退出校园 但离开了学校 这些教官又该何去何从 目前教育部初步拟定四个方向 回国防部 考试后转人工职 接受师资培训 成为国防专科教师 以及回到退辅会服务 让我们熟悉的教官们 在离开校园后 能够继续发挥所长 诶 搞什么啊 我发高烧挂急诊 头脑都要烧坏了 为什么等一个小时 还没轮到我啊